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就是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PARC竟然不顾右翼的反对声音 在TikTok上设立了账号 开始发布针对拜登总统的视频 这一行为无疑引发了一场关于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的激烈讨论 接着我们要谈的是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政治化问题 在资金短缺的背景下 CBC的高层奖金问题引起了广泛争议 这也让人们开始质疑 谁还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下领导CBC呢 最后我们将转向乌克兰 那里的女性正在勇敢地站出来 承担起战地记者和区域新闻室负责人的角色 记录和报道俄罗斯入侵所带来的破坏 这些女性的勇气和坚持让世界见证了战争的真相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雅虎美国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周三晚些时候抵达匈牙利 这是他为期五天的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 预计他将与总理维克多 欧尔班 Victor R. Bond 达成一系列协定 这将加深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足迹 习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度过两晚 在那里 他将与欧尔班和匈牙利总统塔玛斯 苏廖克会面 会谈将集中在中国未来 对这个中欧国家的投资上 尽管欧洲主流领导人 奉行更多的保护主义政策 来限制其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 但中国与北京有着深厚的经济联系 欧尔班是一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 他的非自由政策 将他推向了欧盟的边缘 使他的国家成为27个成员国中 第一个参与习签署的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匈牙利在加入欧盟和北约 与愿意与这些集团之外的专制政府 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之间徘徊 匈牙利外交不长 彼得西亚尔多周一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习和匈牙利官员将在访问期间 签署至少16项双边协定 这是习作为总统首次访问该国 西亚尔多称 这次访问是历史性的 并指出中国在2023年 向匈牙利提供的外国投资 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他补充说 即将签署的一些协定 将涉及匈牙利一带一路的扩张 并可能包括对基础设施和能源的投资 西底达布达佩斯之前 对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 进行了未期两天的访问 在那里 他签署了一项 关于与巴尔干国家建立共同未来的协定 与匈牙利一样 巴尔干国家被认为 对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友好 中国声称 在乌克兰冲突中保持中立 但拒绝将俄罗斯的袭击称为入侵 并被指责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 匈牙利谴责俄罗斯的入侵 但威胁要阻止欧盟对莫斯科的制裁 并拒绝向基辅提供军事支援 习和欧尔班可能会讨论 匈牙利东部邻国乌克兰的战争 匈牙利政府直言不讳地敦促中国 在斡旋俄乌和谈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并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和平计划 在习州三抵达之前 一些示威者聚集在布达佩斯市中心 抗议他的访问 并呼吁在中国控制下的西藏自治 在美国印第安那州发生了一起 令人震惊的道路愤怒导致的悲剧 一名龙人在一次因为鸣笛事件 而引发的怒怒攻击中被枪杀 根据雅虎美国报道 警方在街道可能发生枪击的报警后 在一个池塘附近 发现了Ryan Hawkins的遗体 他的伤势与枪伤一致 并且有被从车内弹出的伤害 州警方已经逮捕了Andrea Briskey和Shana Rowland 并指控他们谋杀 在政治领域 唐纳德 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Megang Inc 尽管共和党人呼吁禁用该应用 仍在抖音上开设了账号 根据《独立报》的报道 这一行动跟随了美国立法者通过的一项法案 给予抖音的中国母公司 字节跳动一年时间出售该应用 否则将面临禁止 作为回应 抖音对美国政府提起了诉讼 称该法律违宪 值得注意的是 特朗普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曾经反复 他之前曾签署了一项禁用该应用的行政命令 特朗普面临的法律战役 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 根据《独立报》的另一篇报道 他因涉嫌在2016年大选前 封口涉嫌与他有染的女性 而面临34项刑事指控 成人影星Stormy Daniels 是这起案件的核心 他在2018年 披露了与特朗普达成的13万美元的封口费协议 此外 前L专栏作家Eugene Carroll指控特朗普 在1990年代强奸了他 并赢得了一场诽谤诉讼 还有其他女性也对特朗普提出了 不受欢迎的性骚扰指控 特朗普对女性的贬低言论 包括他臭名昭著的 抓住他们的猫评论 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尽管特朗普因他的行为 面临了法律后果如罚款 但他尚未被定罪 仍有资格参加总统竞选 他对女性的态度 以及他在女性选民中的声誉 可能会在任何未来的选举中 发挥作用 特朗普对那些试图 起诉他的女性进行攻击 包括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 Fanny Willis 和纽约州总检察长 Lytisha James 尽管面临这些法律战役和指控 特朗普在他的基本盘中 仍然受到欢迎 并被是位2024年总统选举 共和党的预设提名人 从这些事件中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社会的多个面向 从道路愤怒造成的悲剧 到政治领域的争议 再到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严重指控 这些事件不仅揭示了 美国社会的分裂和矛盾 也凸显了对女性权益保护的持续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事件将如何影响 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格局 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加拿大 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的政治化 已引发了一场 关于执行官员奖金的争论 这场争论凸显了 当下媒体和政治的紧张关系 《环球邮报》报道称 保守党议员Rachel Thomas指控 CBC总裁Catherine Tate 在奖金问题上撒谎 但Tate拒绝承诺 不使用额外资金支付这些奖金 尽管CBC将不需要 因为1.25一家元的预算短缺而裁员 但它在2024至25年 将获得9600万家元的增资 使其总联邦拨款达到14亿家元 保守党领袖Pierre Pueleva 已承诺要取消对CBC的资助 同时保留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法语部分 以支持法语加拿大人 在与此同时 一位来自旧金山的母亲 在目睹儿子乘坐的公交车上 发生了一起 涉嫌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事件后 呼吁提高学生安全 据雅虎美国报道 这位名叫LaceLE的母亲表示 一名男子在MUNI公交车上 大喊反亚裔的种族主义言论 甚至拿出了一把电击枪 这起事件发生在一周三 当时LaceLE的儿子 与其他Loyal高中的学生一同乘车 旧金山市政运书局和旧金山警察局 并未公开任何显示该男子的视频 在国际上 学生运动也在展现其影响力 多伦多星报报道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钦巴勒斯坦 活动人士抗议加沙战争 要求结束战争并呼吁大学 切断与以色列的学术关系 当警方瓦解这场抗议活动时 发生了冲突 可能导致了伤亡 在乌特勒芝大学 学生也占领了一座大学建筑 抗议以色列在战争中的行动 这些学生抗议活动 跟随了美国类似行动的脚步 这些事件 无论是在加拿大 美国还是欧洲 都反映了当代社会中 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 从媒体的政治化 到种族主义的抗议 再到学生运动的崛起 这些事件揭示了 当前社会动荡的多个面向 他们不仅凸显了 人们对于公平 正义和平等的追求 也对政府 媒体和教育机构 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 社会各界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 以解决这些问题 促进更加和谐 与包容的社会环境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 人类的勇气和正义感 正被激发 展现出对历史错误的认知 与对当下危机的应对 从澳大利亚到乌克兰 再到美国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我们见证了人们 在面对挑战时的坚持与转变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报道了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Victoria Police将为其在 被称为Stolen Generations的事件中 所扮演的角色 正式道歉 这一承诺 源于对原住民真理告知调查 U.A.R.C. Justice Commission的回应 该委员会正在调查 为多利亚殖民化的影响 并发现了刑事司法系统内的 严重人权侵犯 Victoria Police承诺 实施79项改革 以改善与原住民的关系 包括改善关于原住民的警察统计报告 扩大文化意识和人权培训 审查对原住民投诉的监督 以及监控此类投诉的结果 这一系列的改革 展现了对过去错误的认知 与未来改进的决心 同样来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 另一则报道 带我们走进了乌克兰 这里的女性 正勇敢地踏入危险的角色中 随着男性被动员参战 女性记者如Nasty Al-Horpinchenko 开始在前线报道 记录下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造成的破坏 这些女性不仅是战争的见证者 更是未来司法过程中 真相的守护者 在乌克兰的小镇上 像Svitlana Carpenko 和Lisha Elizarenko这样的女性 不顾个人安全 坚持记录和报道真相 展现了女性 在面对危机时的坚韧与责任感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 也正经历着变化 根据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的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 决定暂停向以色列运送炸弹 这一决定得到了民主党人的支持 包括参议员伊利沙白 沃伦 他提醒说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无视美国 是冒着风险的 这意味着 美国将不再是 加沙地带冲突的被动观察者 这一转变 反映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 寻求更加平衡 和正义立场的愿望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世界各地人们 面对挑战的勇气和决心 也反映了社会 对于正义 人权和平等的不懈追求 从Victoria Police的道歉与改革 乌克兰女性记者的坚持不懈 到美国 对以色列政策的重新评估 我们见证了历史的错误 正在被认知和修正 以及在危机中 寻找和平与正义的努力 这些故事激励我们 继续关注世界各地的发展 支持那些为正义 平等和人权奋斗的人们 在今日的全球化经济中 企业和政治事件纠缠不清 各方面的动态 不断影响着市场和政策的走向 从汽车制造业的挑战 到金融市场的变动 再到国际政治的争议 这些故事彼此交织 描绘出一幅复杂多变的全球画卷 首先 日经亚洲报道了日产汽车 决定援助其前附属公司 汽车零件制造商 葛塞克业 Kassai Kogjo 浙家曾在卡洛斯、戈恩、 卡洛斯·高森领导下 被剥离关系的公司 因为日产多元化其供应链 而陷入困境 日产将通过发行特殊类别股份 拥有降低投票权 提供60亿日元 相当于3860万美元 给葛塞克业 而葛塞克业的主要银行 Ressona Bank将会将 60亿日元的债务 转换为刺激贷款 在中国汽车生产减少的背景下 日本零件制造商 面临着开发成本上升 以及材料和劳动力 费用增加的挑战 尤其是在行业转向电气化 和先进安全功能时 此外 日经亚洲 还关注了亚洲金融市场的变化 投资公司正试图减少 对中国的依赖 增加对日本和印度 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投资 以此来应对 来自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压力 并扩大其投资范围 然而 投资印度的路并不平坦 因为印度的估值已经很高 且印度当局对中国投资者 持谨慎态度 与此同时 中国市场提供了 有价值的多元化机会 近几周对中国前景的看法 有所改善 随着中国股市的上涨 那些减少对中国市场曝光的投资者 可能会开始后悔他们的决定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电讯报报道了英国首相李希 苏纳克 Rishi Sunak 对伦敦市长萨迪克 和Sadeek Khan 有关加沙地带评论的批评 和提出对哈马斯和以色列总理 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 应有同等强烈的批评 苏纳克呼吁工党领袖 基尔 斯塔莫 Sir Keir Starmer 谴责汉的言论 唐宁街也对汉的评论提出批评 声称恐怖袭击 与一个民主国家 行使自卫权力之间 没有等同性 然而 斯塔莫的发言人表示 苏纳克完全曲解了汉的言论 并强调哈马斯和以色列政府的 行动之间存在差异 这些故事 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复杂性 从企业决策到国际政治 每一个动作 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和挑战 无论是日产对葛塞克业的援助 投资者对亚洲市场的重新评估 还是对加沙地带冲突的政治评论 这些事件都凸显了 全球化时代的互联性和复杂性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理解这些多维度的故事 对于把握全球趋势至关重要 在一个充满惊奇与谜团的世界里 每天都有故事 在发生 从中西部的食品 召回到乔治亚州的谋杀案 再到英国揭露的间谍故事 这些事件 彷彿拼图一般 拼凑出当代社会的面貌 首先 让我们来到美国中西部 一个平静的地方 却发生了一起 关于食品安全的事件 根据雅虎美国报道 当地知名的杂货商 Hyvi和Snack Markets 因为其销售的奶油之士酱 可能受到沙门市军污染 不得不发起了召回 这对于那些爱好奶油之士的消费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被召回的产品 不仅可能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 如发烧 腹泻 恶心 呕吐和腹痛 更威胁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杂货商呼吁购买了这些产品的顾客 将其丢弃或退回 以获得退款 以此来减少风险 从食品安全的话题 转向更加严肃的议题 我们来到了乔治亚州 一个因一宗谋杀案 而成为全国移民辩论焦点的地方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报道 一名乔治亚男子 因涉嫌谋杀一名护理学生 而被大陪审团起诉 被害人的遗体 在佐治亚大学校园附近的 一条跑步小径被发现 这起事件 不仅震惊了当地社区 也引起了全国对于安全 法律和移民政策的广泛讨论 接着 我们的故事转移到遥远的英国 一个充满古老城堡和庄园的国家 却隐藏着现代间谍的故事 据电讯报揭露 英国政府已经取消了 位于肯特 萨塞克斯边界的 萨塞克斯庄园的外交地位 这座被称为普京宫殿 或肯特克里姆林宫的豪宅 被莫斯科用作在英国 进行情报活动的基地 尽管萨塞克斯庄园 仍然属于俄罗斯所有 但其住客 不能再利用其外交地位 来逃避形式调查 英国政府还取消了 位于伦敦北部 Igate的俄罗斯国防 和贸易据点的外交地位 这些地方被认为 也被用于情报目的 这些故事 从美国的食品 召回到乔治亚州的谋杀案 再到英国的间谍故事 虽然看似不相关 但都反映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 复杂性与挑战 无论是食品安全 法律正义 还是国际间谍活动 这些事件都提醒我们 我们生活在一个 需要警惕 理解和应对 各种风险的世界 每一个故事 都有其背后的教训 促使我们思考 如何创造一个 更安全 更公正 更透明的社会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读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 并不一定反映 六读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读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 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do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读简报